女人三宝是当归黄旗加什么枸旗啊 这是中医的说法 我们都可以往上套 什么什么三宝都行 但我们说大体上 我个人的看法 是一 然后粉 化妆 然后美食 其实女人她好玩啊 爱美啊 这个就是喜欢吃这些是好的本性 是挺好挺可爱的 但是这不要过度就行 我们说完吃穿 我们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个人对吃穿是无所谓的 我要一件衣服穿很多年可以 这个只要这个每月吃500块钱 三五百就够 我修行人我修的是什么 衣能避体 食能活腹就足以 只要身体有需要过得去就行 当然外面场合你需要那就 尤其男人那你该要面子的药 事不能差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它的功能是什么 要记得 第一 它是为了保暖 第二 它是为了避体 避寒 避体 遮羞 原始人就开始动了 其次 这都是按顺序来的 然后穿的要舒服 对吧 一层一层来 我们都完成了温饱 然后 真的 适当场合 对吧 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 你就开始要尊重彼此了 尊重别人 最后 漂亮 对吧 你就是 也要漂亮 这个有些是差不多的 这个顺序 所以说你要 你要搞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 包括女为悦己者容 不管是穿 是化妆 那 你不能见谁都容 啊 你要工作需要 没关系 避当的安美 就是 满足一下虚荣心 可以 但是这个前提是 对你身体要好 那你要顾不上 有什么严重临时紧急的 那你要照顾别人先 你首先你要安顿好自己 然后这个 这个 化妆 这些东西 适当的 自古也是都有的 胭脂啊 什么粉啊 也有 那是比较天然的产物 现在的化学产品 你这个 说实在的 这个是 女人她的溯源 她是身体 内在 如果透出了那种气质 她 她会 这个 包括油啊 什么她 都对身体是自我保护 是一种修复 是好的 而你要强加 每天就要这样 你就像这个 这个 这个果皮一样 你每次你总是轻轻 那你皮完了 就剩肉了嘛 就剩肉了 嚷了嘛 你到时候你越来越薄 你 反正你 你健康你要长远 你要多注意的 然后你吃的话 对吧 就是女人这个 这个 这个说完也是说男女 这个就是 简单 简单说说 我们这个 大主题 还是不能脱离 要用 道解这个 宇宙 人生的根源 这个 整理这个脉络 以及人 对于我们 此生为人嘛 这些应用的方面 尽量是 对大家有用 不能就光懂道理 不会用 其实道理就那么一点 就就一个 对吧 本源就是一个 这个太极 然后 对吧 无疑 就这样转 怎么转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之所先后的金道 但是一到地上就麻烦了 就繁杂了 一到人 那更麻烦了 所以说 你怎么怎么搞 到底怎么玩 游戏 人间 你是来历练的 那你不是让你游戏 人生自由堕落的 像那个西方 那个自由落体 是吧 你只要不上 你就得下 要不然有引力嘛 都这么 现在都这样看了 不要挡了太有眼 那些招来不好的气场 沙沙沙沙